今天是中華民國103年4月24號 我們看到林雄從4月22號 開始禁食到今天為止第三天了 他的女兒林幻君 也寫了一封家書給爸爸 捨不得爸爸 希望爸爸看在五個孫子 五個女兒的份上 這個阿公 公要好好的保重自己 那林英雄這次挑起的是 台灣社會面對這一個 核能的這一個意識跟議題 到底台灣社會何去何從 何去何從的背後有多少不認知的故事 我們待會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民進黨籍的立委 田秋錦 田委員好 大家好 第二個我要介紹一下是印刷業的業者 現在在台灣還倖存 將來福茂簽了不知道會不會影響生意的冯士傑 大家好 好 第三個好朋友我介紹一下是 顏寮的反核製就會 他們家大門口一打開就可以看到 核式電廠的吳文章 大家好 再來是東豪 大家好 再來是郭正亮 大家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這個我剛剛講 林雄從4月22號開始禁食 到今天為止第三天了 他70多歲的老人家的身體 可不可以承受得住 這樣的一個禁食 這個各界都非常的擔心 那也因為這個 跟時間賽跑的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這幾天 聲援他的群眾不斷的冒出來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畫面 我們先來 開一世 民主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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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主為了 要表達情間合適修改公投法 廢核團體總上街頭抗議跟警方衝突一波波 民主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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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四百名優勢警力 圍層層層人強不讓廢核團體的樂 雷遲一步 我們要求警察退後 警察退後 撒民子舉標語 號稱來了三百多人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還邀請陳維廷一起到場響應 但陳維廷還出席 而抗議時機特地選擇 中常會召開這天 就是要總統馬英九 聽聽他們的廢核聲音 爭議多年的核四 即便去年已有反核大遊行 訴求仍正沒有達成 廢核團體這一回給了 最後Dayline 在明天 還不能夠給大家一個 合理的 對於我們訴求的 回應的話 我們 在 二十六號的時候 我們絕對會帶 更多的人到凱道 包圍總統府 好不好 合 合一時 民主為了 民主為了 要補方給正面回應 否則攻凱道為總統府 廢核決心 勢在必行 記者 張家林宏林敏 SN小組 來北北道 好 光琴 這個我剛剛講到 時間的壓力 一天一天逼近 一天一天到來 到今天為止 這個林英雄禁止第三天了 他的女兒林煥軍 也寫了一封 真的是讓人看了非常感動 非常心碎的家書 可是台灣社會面對這個 核四到底怎麼處理 目前為止還是無解 其實我最近看到很多人 他並不了解林宅血案 我非常震驚 我想說 在我們小時候 林宅血案發生 然後我們的下一代 或許真的不知道 包括現在採訪的年輕的記者 但是我們的江儀化 怎麼可以會不知道 異光教會的意義呢 他昨天找孫立芹發言人說 他不是不知道 可是事實上他去大哉問說 為什麼把異光教會 借給這個林英雄的時候 那個就是完全不了解 過去的歷史 也不了解政治 那你如何去解決現在的這樣一個 合適的問題 林宅君 我們知道他是倖存者 這個是過去我常展示的一本書 這就是當時候 英國69年的時候 當時的他是不是 對 他在病他的時候 急救的時候 那當時可能才八九歲 還不到十歲 其實這裡面很多是抽緊 抽緊 是因為當時候 我們的田委員是非常了解的 那時候他是第一時間 在這個兇悍的現場 他知道這個整個 那個林家的整個 他們家族的一個關係 所以 我們看到這個是 林宅滅滿血案三四周年的時候 當時候 判君跟這個 他的父母親 他首度 稍微去談了一下 當時候的 這個 用加速的方式來談過去的血案 那這本《行過十一的幽谷》 這本書裡面 有一段是描述說 林義雄當他知道 我之前在這個節目有講 知道 先知道媽媽過世了 然後一對雙胞胎女兒也過世了 之後 當他要踏進這個病房 去看他的女兒的時候 林幻君的時候 他一直抽菸 鎮定了十分鐘 他說我進去的時候 我面對我小孩子 我不能夠掉下眼淚 旁邊大人也都是 可是進去以後 真的強作鎮定 當林幻君 用那個比較些微 就比較虛弱的語氣 跟爸爸講一句話說 爸爸 我要像你一樣的勇敢的時候 所有大人眼淚都下來了 這就是這本書裡面 記述的一段歷史 那我們就看到說 這幾十年來 林義雄他不是今天 為了跟你這個執政當局對抗 他突發性的一個作為 這個就是 這個二十年前 他們苦刑的照片 對 他一路苦刑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現在這個馬英九跟江儀化 甚至有一些像 最近在網路上 備受抨擊的 這個唐湘龍 跟這個董志森 這些媒體人 他們認為說 你怎麼可以用你的身體 給你用精神狀況 不從你你就用這種方式 可是了解林英雄先生知道的 他這個某種程度 不是一種殉道 殉道就不是自殺 而且 殉道他是某種程度 他堅持他 他不育狗活下去了 如果像當局這樣子 然後七成以上的民意 都已經告訴你了 而你這個當局還不能解決問題 就我們來講 就田委員來講 就許多民眾來講 並沒有說我們一定要哪個方案 但是你要必須要一個尊重民意的方案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林煥軍給他父親一個家書 作為一個家人 他當然是希望父親留下來 對 他說這麼長時間 你一直寫家書給我 我之前講去國淮鄉 他在這個海外四年回來 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寫了非常多的家書給林煥軍 到最近出了這個書 他是又不斷的寫 因為我看過去的這個時間 跟現在的 他有2011年 2010年 2013年 他不斷寫 最近透露說他有想要 殉道的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那林煥軍的意思是說 爸爸 你寫那麼多家書給我 你也給我一個機會 所以他回寫了一封家書給爸爸 他希望爸爸能夠給他一個機會 也給他的小孩子一個機會 希望你能夠活下來 這是家人當然是自己做女兒 或是說像這個方淑女士 絕對是希望林雄先生能夠活下來 但是誰來解決現在的這樣一個問題 好 就冒出來了李登輝前總統 對 這個也是在質疑說 那沒有變怎麼辦 對 那我就看到有一些媒體 或是有一些這個 國民黨的這些立法委員 就開始拿李登輝 而且是用所謂的台獨教部 那我講說 他把和事 反和的人都認為是在搞台獨嗎 都認為是民進黨的選舉動員嗎 然後搬出李登輝 你好歹也想說他過去是我們的總統 他有做過決策 和事的決策是他做的 而且和事開始也是從他開始的 你不能說他是台獨教部 你把他搬出台獨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過去國民黨執政 李登輝從民國77年 一直到2000年卸任 對不對 失去政權了耶 執政者 過去的國民黨執政 跟現在國民黨執政者馬英九 負負不等於政耶 我們常講負負得政 在和事的問題 過去如果是錯誤的 現在如果繼續錯誤 負負你不能就變成政了 你還是要以和安為基礎 結果我們看到很遺憾的 李登輝前總統 他沒有談到和安 他只是說沒有電怎麼辦 然後馬英九今天要附和說 那如果股市崩盤怎麼辦 股市下跌怎麼辦 那誰來照顧我們的這個和安 所以今天另外一個震撼帶 就是昨天江一話 昨天這個蘇貞昌不是去拜訪了江一話之後 又去拜訪了這個朱立倫 好 逃命圈的首長怎麼看 過去逃命圈的首長在這裡 每一個都有一點這個三間幾口 對 不敢表態 我畫出來是朱立倫 那說說 你說我明天如果要公投怎麼辦 他說明天沒有要公投 可是這回朱立倫的態度非常明確 逃命圈的首長 直接戰衝這個所謂的核電廠的這個首長 告訴你 而且他搞不好2016還要總統 還問頂大位 對 問頂大位 他告訴你 降低鳥籠公投的門檻 對 我們用公投來決定 大家都不否認是公投是最大的公約數 但是你馬英九不要混 你如果說是在鳥籠公投下 你說我們公投是最大的公約數 我不是寫卡片照著你的意思來 可是也不管民進黨怎麼提案 你包括清明黨也有提案啊 那如何用一個能夠展現民運的方式 你不要用鳥籠公投嘛 你這個社公投沒好 我那天講說連反貪幅都過不了 而且還兩成多的這個投票率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上 要解決問題 誰來解決問題 不是在拿說李登輝怎麼說 你們過去怎麼樣 那馬英九你現在怎麼樣 那你要不要尊重這些逃命圈首長的一個意見 如何去把這個問題解決 那馬英九今天講說 我不會個案來調整我的公投門檻 那我請教你 你要不要為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來調整你的公投門檻 好 那田文元 這幾天喔 林一雄他禁食的場景就是 這一個現在的異光教會 當年的林載血案 三十四年前的林載血案 你是第一個到現場的重要人士之一嗎 是 因為我那一天剛好也是經過大逮捕之後 從來沒有看過被逮捕的這些人的家屬 唯一第一次的機會 那一天是開庭 那所以我那天早上陪方樹敏到解美軍事看守所 開庭 就是現在的解美這個人權園區 然後開庭的時候 我不是家屬我不能進去 那等到中午的時候他們出來的時候 郵親就非常不高興說 怎麼那個下午還要繼續開庭 突然才宣布 那家屬們就說好那我們去附近吃飯 那方樹敏本來想趕回去 我說早上林律師有沒有被叫出來 他說沒有 我說那林太太你最好留下來 以我們家營救孫子飯的經驗 他如果下午被叫出來 一看到所有的家屬都在 只有你不在 他會開始擔心 是不是家裡出事 是不是你生病 媽媽生病 小孩生病 因為我知道那種長期被單獨禁見 然後又被醒酒的人 他是什麼都往外的想 那這個時候不要再增加他的精神壓力 後來林太太太就聽我的勸留下來 就那一次還好他留下來 不然他那個時候回去 大概也就遇到兇手 那但是在等那個上菜的時候 他非常緊張 他說他打了幾次電話 家裡沒人接 所以他就把他家的鑰匙給我 叫我回去看 那我那時候因為老闆被抓 我沒收入啊 那如果那時候我上友情 我坐計程車 搞不好也回去就遇到兇手 我是換了兩班公車 從景美換到公館 公館再換到國際信義學社 然後慢慢走進去 那天我回家的時候 門都好好的 我就開了門進去 看了門進去 那個家裡面至少客廳 完全沒有異樣 跟我早上陪方樹敏 女士離開的時候 一模一樣 一點 看不出完全看不出 家裡感覺好像都沒有人 非常安靜 那要不是我胃痛的話 我想躺一下 我就真的坐在客廳等到 等到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就整個家裡沒聲音 然後客廳也沒有人 但是也沒有異樣 完全沒有 跟我早上跟方樹敏一起離開的時候 完全一點可疑的痕跡都沒有 但是我走到臥房 休息的時候 我就看到幻君 趴在那裡 面無血色 他的臉朝著我 那你沒有叫人 沒人理 你也沒有覺得怪怪的 我以為家裡沒人 因為太安靜了 那我看到幻君的時候 因為他的刀傷都在背上 那他面朝著我 那臉色很壞 我以為他是發高燒 因為我爸是小兒科醫生 他說大排天小孩子活奔亂跳 他會躺在那邊 就怪怪的 就是發高燒之類的 我就摸他額頭 沒有啊 滿涼的 然後我就搖他 因為他樣子很像睡著 我去搖他 我說幻君幻君 你怎麼睡在這裡 他說阿姨你不要搖我 我好痛 我說怎麼了 他就說他的背部瘦上 我一看 那個刀痕 好長的刀痕 而且幾乎平行 那你知道 姐姐幻君那時候才八九歲 對 他平躺是不是 小學三年級 他就是側臥 側臥 側臥因為很痛 他就側臥 所以你第一時間 你沒有發現他有受傷 你以為他在睡覺 他背後背似的背包 那個書包 那個胸口從後面刺他 他想保護自己 他手臺 所以他背上有傷 兩邊下面 那他這樣夾著 又這樣躺著 我從正面看不出他的傷 看不出他的傷 後來我才知道他身中六刀 那我那個時候就 因為我那個時候第一時間 就非常非常不祥的感覺 因為那天二月底 他有點冷 所以他的夾克 他的那個卡其外套下面 穿的是毛線衣 那我就看到那個 因為我很近的看 他那個割開的那個是 非常的鋒利 那個毛線是整片這樣 微微的 微微翻開 我那時候就覺得不對勁 所以我很緊張 我就 我輕輕咬他 他說很痛 然後後來我就 問他說妹妹了 他說他不知道 他妹妹比他更早被殺害 他說他不知道 那我那個時候 要趕快去叫救護車 他非常害怕 他一直叫我 叫我不要離開他 但我不能不離開 那時候沒有大哥大 他一定要到客廳去打電話 我就跑得很大聲 踩得很用力 讓他知道我還在家裡 他沒有離開 然後後來救護車就來了 救護車來的時候 他們就空手進來 就要把他搬動 那因為我爸爸是醫生 他告訴過我們說 我小時候問問他 為什麼我們這邊要有肋骨 他說因為這邊 都很重要的那個器官 我就跟他講 你們一定要用單架 他就說 我們就這樣把他抱出去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用單架 他說才不見 我說你別騙我 你們抓林英雄的時候 就把門撞開 都進來抓人了 你什麼單架進不來 我就發了火 他們才拿了一個軟式單架 就進來 就還好 因為後來 林英雄跟方樹敏 去謝謝那個人愛醫院院長 救護車就把他送到人愛醫院 我下車就是人愛醫院 沒得挑 那但是 這是天意 那個人愛醫院當時那個院長 是國內胸腔科權威 然後後來 所以他第一時間可以急救他 對 他們夫婦去謝謝他 他說他怎麼跟他講 他說你不用謝我 離藥害只差零點幾公分 那 後來那個 台北市刑警大隊大隊長跟我講說 那個人是職業兇手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職業殺手 他說第一 他說換軍有獎 說那個人 跟著他後面到房間 對他下手 因為那個那陣子 林英雄被抓 很多人來看探望方樹敏 所以陌生人來開門 他還不以為意 結果跟到他房間 對他下手 之後他以為換軍死了 就拿房間的棉被蓋住他 喔 要讓他的魂魄沒有辦法來找他 然後阿嬤呢 阿嬤因為他 等一下阿嬤的故事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